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吧 我们早上的活干得差不多了 那我现在能去玩了吗 去吧 谢谢爸爸 嘿 福来 你能这样吗 不错 小熊 看我的 那是我的 你现在想干什么 我有主意了 爬树吧 我能一直爬到那棵树顶呢 看他爬得多快呀 嘿 在下面也不错吧 啊 了不起 我也要爬那么高 这对小熊来说太容易了 我猜你们谁也不会这个 呃 我不仅能折断他们 还能用他们造围墙呢 挺棒的吧 可不是吗海妮 可是 你们谁也没有我跳得高 瞧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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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当然跳得高了 那 福来你会什么呢 你是说我吗 我能很快穿好鞋 我们都能很快的穿 可是福来你根本没穿鞋 那乌龟到底有什么特长啊 我 我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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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虫 什么 我能吃飞虫 好恶心哦 海妮 你知道什么 乌龟就吃飞虫 哦 就算是吧 吃飞虫太恶心了 没什么呀 呃 我能吃 我能吃七吃六个 呃 那真不少啊 诶 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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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眨眼的功夫把它们都吃掉了 得了吧你 我得见识见识哦 我很愿意表演 但是 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七十六个飞虫啊 福来 再吹牛呢吧 好吧 那 嘿 该吃晚饭了 再见吧 明天见了 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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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怎么不说话了 连饭都不想吃了 有什么事吗 呃 这是因为 一大早是谁呀 你好 叔叔 我能跟福来说话吗 当然了 海妮 只能讲几句 她还没吃完饭呢 福来 什么事 海妮 嘿 福来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你不用捉 七十六个飞虫了 多谢了 我帮你准备好了 呃 真的 那好 是啊 我还跟别的朋友都说了 你猜一猜 怎么着啊 你猜一猜 怎么着啊 怎么着 呃 他们都想看你的表演 就看你的了 那 好吧 福来 你该 该走了 早饭 别记住 别吃得太多了 留着点肚子哦 再见 我走了 我一眨眼的功夫吃不了七十六个虫子 什么 我们也不能啊 可你们不需要那么做哦 哦 这是不是和海妮的来访有关呢 宝贝 我告诉他们 我能一眨眼的功夫吃掉七十六个虫子 嗯 那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没准 嘿 你好 福来 我们都等你呢 你带着那东西干什么 对不起 我今天嗓子疼 所以 不能吃那么多的虫子了 因为早餐吗 哦 没关系 福来 等嗓子好了之后 再让他们看看你怎么吃掉七十六个飞虫呢 这一眨眼的功夫啊 那 好吧 哦 怎么样 福来 你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也不要再带红卫金了 是不用带了 可是找借口总不是办法呀 说得不错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要一直练 直到能吃掉七十六个飞虫为止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看着 我要吃飞虫啦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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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一口还没吃着呢 算了 去 vel 翻炸 Us 捉飞虫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孩子 没关系 我会练 我会一直练的 可能等我捉到七十六个飞虫的时候 我会变得像爷爷那么老了 那你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和他们玩了 我也不需要一眨眼的功夫吃掉七十六个飞虫了 顺时看吧 我行啦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瞧有人不高兴了 一个人玩儿还没意思啊 一个人玩儿当然没意思 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我要告诉他们我在吹牛呢 好吧 我想你能办到的 然后你可以让他们看看你都能做什么 叔叔你好 芙莱能和我们一起玩儿吗 当然了 傅莱 我真高兴 你的嗓子好了 快来吧 我们都等不及了 我 我不能 你嗓子又疼了吗 从来没有疼过 我只是找了一个借口而已 因为 我根本就不能在一眨眼的功夫吃掉七十六个飞虫 快等了 我就知道你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做游戏吧 但我吹牛了 难道你们不生我的气吗 当然不了 我们是好朋友 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特长啊 哦 你是说特长吗 我能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真够特别的 比吃飞虫好多了 哈哈哈 好了 谁要吃刚烤好的饼干呢 哦 饼干 哦 福来的特殊飞天饼干 太好吃了 还有巧克力豆的饼干呢 哦 看起来你们都喜欢吃巧克力 谢谢了 阿姨 看来我要把这些饼干都吃掉了 但可不是在一眨眼的功夫 福来的被子 福来可以顺着河往下滑 啊 她在睡前需要有个故事 需要妈妈的拥抱 更不能少了她的蓝被子 这样她就能睡得更长 但是有一天 呃 别走 待着会儿 被子你要往哪儿跑 你可要一直待在我身边呢 妈妈 记得那时我到哪儿 都是带着我的被子吗 现在可不行啊 知道 我现在只有在睡觉 还有打雷的时候用它 再加上去姑姑家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啊 珊珊 这就是我们要保持它干净的原因 它又暖和又松软 真不敢相信能留这么久 我都不记得姑姑是什么样子了 那是因为你上次见到它的时候 还小着呢 只有这么高 真的吗 很久以前吧 它长得什么样 是不是像个虫子 还有我想知道 它能不能骑自行车 别担心了 赶快睡觉吧 对 只要我和珊珊有被子就行了 对不对 嗯 什么呀 晚饭就吃这个小圆菜花吗 嘿 福来 小圆菜花并不差呀 我以前也不爱吃白菜 不过告诉你偏食不好 还有竹笋 我告诉你 竹笋比小圆菜花和白菜更难吃 还有绿菜花真没劲 福来 是啊 我喜欢 可是珊珊她不太喜欢吃小菜花 是不是啊 可她要试一试才知道啊 唉 好吧 可我认为她还是不会喜欢的 珊珊珊珊 我们今晚要睡个好觉 明天还要上姑姑家去玩呢 知不知道 她一直在探险呢 她还保证有好多故事要讲呢 她的房子可大了 特别特别好玩 唉 晚安珊珊 我们都睡吧 明天我们还要去姑姑家 快睡吧珊珊 唉 我的被子呢 哪去了 被子呢 不好被子没了 被子呢 妈妈 妈妈 爸爸 我的被子找不到了 好了好了好了 福来别着急 我到处在找 可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 我的被子 被子没了 好吧 我们再仔细地找一遍 哦 看来是不在这里啊 已经很晚了 要不然你们先睡 我们明早再找找 那可不行 我记得我把她放在那儿了 福来 瞧啊 这是我以前的被子 我以前非常喜欢她 我想 你也会喜欢她的 嗯 可能吧 哦 谢谢爸爸 晚安 晚安福来 哦 哦 爸爸的被子是挺好的 可是我 我 哎呀 善善 你还记得第一次下暴雨吗 当时电闪雷鸣 就因为我有被子 所以才不害怕的 还有一次 我和小熊吵架 一看到被子 我就舒服多了 哎 那次我吃了太多的萝卜 是我用被子揉肚子才不疼的 啊 这条被子还是没有我那条好 我很怀念我那条被子 哎 可是那被子跑到哪去了呢 如果没有那个被子 我们怎么去姑姑家呢 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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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原来在这儿 好了 这回我抱着你睡吧 怎么样 善善 早上好福来 怎么样 我的被子让你舒服点了吗 嗯 还好吧爸爸 可是 我还是想找到我自己的被子 我们找遍了房间所有的地方 可是都没有找到 噢妈妈 我去问问小熊吧 没准他见过呢 福来你又怎么了 是不是你妈妈又让你吃圆白菜了 哎 不是的 比这还糟呢 我的被子找不到了 啊被子丢了 是啊 另外 我们明天还要去姑姑家呢 可怜的善善睡觉 还没有离开过被子呢 是不是啊 真是糟透了 小熊 你有没有看见过啊 对不起我没见过 可你知道吗 我妈妈说了 我们要长大了 就不用拿着被子到处走了 也许你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呢 嗯 可能吧 哎呀 但是 我实在是担心山人呀 她可是需要带着被子的 好 那我去问问海犁吧 看她看见没有 嘿等等 假如你愿意 可以把我的小兔子拿去 没准会让珊珊舒服些 你的小兔 哦你太好了小熊 可是 这还是不如我的被子 是不是珊珊 是不是啊 谢谢你的好意 再见吧 再见 福来 太可怕了 你看见了吗 我这儿没有 哎 哎 去姑姑家还要带被子吗 去别处过夜 是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哼 太对了 尤其是珊珊 没错 特别是珊珊 哎 福来 我要是有被子 肯定会借给你 可是我只有小熊 看来小熊 也不一定能帮上你 谢谢你海犁 我们只有接着去找了 哦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它借给你 你愿意把小熊借给我吗 对啊 可是 他午饭后要睡觉 你要给他唱歌谣 还有他不喜欢吃果冻糖 他喜欢吃的是 凯莉 谢谢你的好意 可是我想珊珊只想要被子 我也是 什么 小熊让你去问问狐狸 这是个好主意 谢谢 跟你说 我的被子不见了 我们哪都找遍了 哎哟 别急 不就是条被子吗 这样可不好 还有 所有的被子不都是一样的吗 你干嘛非得要你的那条蓝被子 嗯 有道理 可是 呃 狐狸 你这是干什么呢 哦 那都是我喜欢的玩具 嗯 哦 这儿也没有 对不起哦 我真不知道还要到哪儿去找 哎 哎 没准狐狸说得对 我们不再需要他了 珊珊 你知道吗 妈妈说姑姑是非常好的人 我们还可以带着爸爸的被子 还有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赶紧钻到我的被子里 好不好 嗯 蔬菜饼 早晨好 早晨好 老夫来 我看见你把我的旧被子已经装好了 是啊 谢谢爸爸 找不到被子了 可是你还愿意去你的姑姑家吗 是啊 我和珊珊谈了好久 我们决定了 她不会有事的 是不是珊珊 是不是 哎呀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哦 太臭了 哦 我知道这臭味是从哪传过来的了 哈哈 我的被子 怎么会在这儿 难怪那天晚上你的小原菜花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虽然对姑姑的印象不太深 可我敢肯定她不喜欢臭被子 嗯 嗯 还好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但是你们得帮帮我 这下 我可不在乎狐狸说什么了 因为被子找到了 是不是珊珊 说得是啊 旧被子就像老朋友一样 是 爸爸说得没错 可是 可是 哈哈哈 我懂 黄被子是我的老朋友 而蓝被子才是你的 完全正确 记住要有礼貌啊 知道了 你的被子戴上了吗 放心吧 妈妈 我都戴上了 不仅是珊珊 我也离不开她 可是 万一姑姑 要做小原菜花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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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